She likes chocolate covered strawberries and wine She likes notes that say I love you all the time Roses at your feet Baby girl be mine Baby girl be mine Hello 大家好 我是Audre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2020年度的半年最爱 现在因为已经是6月份了嘛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上半年的那些最爱用品呢 已经在我心中比较确定了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护肤 护发 还有身体物理方面发现了哪些非常非常好用 以及我以后会想要回购的产品 好 我们就按照护肤的步骤 从头到脚一步一步来吧 首先呢 先讲一讲我爱用的面部护理 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最基础的护肤的爱用品 我从护肤步骤这样的顺序开始讲起 先从卸妆的第一步就是眼唇卸妆液开始讲起 这也是我用了很多年并且长期回购的 The Body Shop的这一款阳干局的眼唇卸妆液 这款眼唇卸妆液不是我们经常见到那种水油分离啊 洋溢啊 温的那种 它是完全不含油的 它上面有没有说自己oil free 我好像没有看到 但它有说自己是个gentle eye makeup remover 确实非常非常的温和 属于那种无色透明 却能把眼妆卸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当然啦 我从来不用防水的睫毛膏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卸防水的那些产品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你只化最最基础的眼妆 没有用太强力的防水的产品 唇妆和眼妆都能卸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这一款 而且便宜大碗 我记得是在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会有活动 什么买二送一之类的 那个时候屯比较划算 一瓶呢 也能用很久 我这个终于快要空瓶了 我就可以换到我上次Sephora八折的时候 买的那个超大的一瓶兰蔻蔻的眼唇卸妆液 这两款我一般是交替使用的 非常非常好 讲到面部卸妆 我的上半年最爱要颁给这个Hatchie 这一款蜂蜜洁面卸妆乳 我觉得所有的卸妆产品呢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要么会很习惯它的使用感 我一直都觉得它很不错 要么就是它有某一个点是个雷点 我都再也不想用了 这一款绝对属于就是第一眼见到就很喜欢 我第一次试用的时候不是买了整个正妆 我当时是有一个小样 一试呢 就觉得哦 它的味道也很好闻 它清洁力也非常强 属于是在卸妆乳类里面 我觉得洗脸洗得最干净的 并且它整个乳化过程中呢 也会觉得闻着那个味道很幸福 总而言之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什么缺点 哎呦 哎呦 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什么缺点的产品 好用到直接从我手上飞出去了 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在北美买的 不是很容易 属于一个回国的时候找代购买比较方便的一个产品 但至于在欧美买起来比较容易的呢 我上半年用了Oskia这一款Renaissance Cleansing Gel 文艺复兴卸妆凝露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这个其实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我用了觉得哇塞 这个非常的草本 属于卸妆凝露做的最像那种比较高端的 卸妆膏的那样一种使用感 满满的Aromatherapy 方疗的一种感觉 你涂在脸上好像在做SPA 不过呢这个我网上有看过其他人写的一些使用心得 好像很多人会不喜欢 觉得它比较泄不干净 比较油润 所以呢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一个适合干皮的产品 其次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就有的人会说是虎眼睛 在我身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如果你的眼睛属于偏敏感一点点的 那么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先试用一下再决定你要不要入 因为我确实看到有不少review说会有补眼睛的现象的 但对我来说是一个真爱 它挤出来是那种有点粉红色 像西柚的那个颜色 这个凝露我觉得很不错 我用了觉得真的是一个 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它这样子一款卸妆产品 其实呢我设立的卸妆还蛮广的 可以改天再出一个我的更新版的卸妆产品的合集功课 因为我在差不多三年前还两年前出过一个这样子的合集 现在也是时候来更新一下我使用不同产品的一些心得啦 化妆水 在化妆水部门我的最爱应该颁给Tatcha的The Essence 就是Tatcha家出的一款精华水 这款水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像SK-2的神仙水 但是是一个干皮版本的神仙水这样子的 我觉得它的保湿度呢非常非常好 同时使用它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肤色确实是有一种很清透的感觉 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化妆水其实不是一个护肤的必须必须的故事 更多时候我们用化妆水也只不过是给我们接下来的要用的精华啊 面霜等等打个底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础打底用的精华水 这个呢可以说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块 它可能更适合中性偏干的皮肤这样子的 讲完化妆水呢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我喜欢用的一些精华 其实呢今年上半年我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特别惊艳 让我觉得以后非它不可必须回购这样子类的精华 但是我有发现一些比较喜欢的 也是我之前就还蛮爱用的 一个呢就是这个黛科的小子品 我觉得这个Moisture Liposome精华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基础保湿 你真的挑不出什么错的一款精华 我觉得这一款精华虽然说它没有什么特别卓越的什么抗老功能啊 去皱啊这些非常非常active 非常有活性的成分但是我觉得它把保湿这一个基础做得很好 并且跟几乎所有后续的产品都能很好的搭配起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百搭的基础精华 除了戴科的小子品呢 我觉得油状精华也算是一种精华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天呼呼早晚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就是美容油 其中最最像是普通精华的一款呢 就 就 其中最最像普通精华的那一款呢 就是Lamere的这一款的Renewal Oil 这一款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它是那种水油分离的设计 每次用之前你要摇晃一下 然后挤出来是一个非常轻薄好吸收的油 我觉得这一款油其实是适合大部分肤质的 不光干皮会喜欢 我觉得中性混合皮 甚至油皮在秋冬也都是可以非常非常爱的 我觉得它呢 最突出的效果是它的修复力 当然我觉得皮肤状态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非常干燥的时候 拿着一个油打一层底 后面涂什么样的东西都会觉得效果很棒 除了这一款油呢 还有几款美容油都被我列入了我的半年度最爱中 因为真的上半年我一直有用到它们 首先呢是一个这个几乎不快空瓶的Murad 这一款Multivitamin infusion oil 这一款油里面它有六种不同的维生素 所以呢就等于给你的皮肤像是喝了一个很多维他命的Smoothie这样子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用它 它属于是比较偏向于那种Dry Oil的质地 它非常的好吸收 不像是普通的油 只有大干皮才喜欢用 但是我觉得这款油是大部分肤质呢 也都会觉得非常好吸收的一款油 它的味道属于很清淡的一种味道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流动性也比较高 我觉得这款油真的还是不错的 我这一支呢是比较大的 是6毫升的 它一般也有30毫升的那种大小可以卖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鲜的话 可以先从小的装饰一室 如果喜欢可以再买大一点的 这款油真心很不错 除了这款油呢 还有之前我在Sephora八折买什么里面 提到我购入的这个Chora的 No-Ni Glow Face Oil 这款油呢 短短一段时间我已经用了一半了 可见它真的是我最近的真爱之一 因为我的护肤油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有机会 我一定要分享一个 我的Face Oil Collection给大家 看一下我用过所有的护肤油 真的是很夸张的 我是那种同时会开四五瓶护肤油 一直保证我每天的routine里面 都有用到护肤油 至少两次这样子的 这一款油呢 是我最近发现的油里面 比较惊喜的一款 因为它属于比较有存在感的油 随着我年龄渐渐上去 现在也是25家了嘛 我就更希望我的护肤产品 会给我一种非常好的防护力 让我感觉自己就是那种 肝纹啊细纹啊 出现的几率会降低一点点 虽然我不觉得护肤品能够 真的就是necessarily让你 不再去长任何的肝纹细纹 但是无论如何皮肤干的人都会喜欢这样一种很滋润很滋养的感觉 这一支油呢就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 用量不需要多一点点就会很滋润 还有最后一瓶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爱用品类里面最多最多的就是油 我一共有分享四瓶 这一款也是我最近买的 之前有做过Urbavool这个品牌的review 里面有提到那两款油我都很喜欢 但是上半年我用的更多的是Phoenix这一款 虽然看上去我用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考虑到我同时开那么多油 其实已经算是很爱用的一支了 我觉得接下来渐渐步入夏天 我可能会更多想要用Emeral那一支绿色的 因为那一支呢会质地稍微轻薄一些 更适合夏天 但是我觉得在之前就是从冬天到春天这个过渡 其实洛杉矶春夏秋冬都差不多了 都是比较干燥的 我都是有很爱这一支油 玫瑰果油的基底呢 一直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成分 包括我在驱除自己的任成纹等等 我也有一直在自己的肚皮上抹玫瑰果油 不是这一支啊 是一支便宜的爱上多少我买的玫瑰果油 我觉得只要就是任何想要提亮自己的肤色 修复自己的疤痕啊斑点啊这样子的情况 都可以考虑去入一支玫瑰果油基底的面油 配方越基础越简单越好 因为那样子的致命风险比较低 都可以去试一试 真的会给你带来比较好的效果 长期使用呢整体肤色的提亮的感觉非常明显 好了讲完了护肤油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眼霜吧 其实呢眼霜我的最爱是我其实用了有一阵子 并且以前也很喜欢一个产品 就是Shantikai的这一个钻石眼霜 Stress Repair Concentrate 这款钻石眼霜呢其实它官方的说法不仅仅是一款眼霜 它可以用在任何你觉得自己有一些需要密集护理的地方 比如说眉间法令纹之类的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repair concentrate就像它的名字说的一样 那大部分人还是把它用作眼霜我也是 偶尔会把它用在法令纹之类的 我觉得它就是一款感觉没有什么缺点的全能型选手 就有它还是蛮安心的 当然啦我觉得除了这个眼霜之外 我最近半年用到的Augendis的这一支complete renewal eye balm 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不对叫complete eye renewal balm 我觉得呢可以算作这个钻石眼妆的平替 虽然我不能说从成分上面来讲 它们俩有什么可以评价替代的点 但我觉得总体使用感受上还是蛮相像的 并且都属于是滋润度比较好 但又不会过于油腻 比如说涂了就会很容易晕妆啊之类的问题 非常非常喜欢这两款眼霜 对好下一个部门呢就是我们的面霜部门 面霜的话我其实还蛮专一的 上半年我比较喜欢的就是Dior花蜜的这一个面霜 我的这一款呢是比较厚重的那一个 这面霜其实一开始是我妈妈用了 她跟我说特别厚我就去试了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这个仅限于今年年初的呢三四个月吧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觉得她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等到天气慢慢变热了之后呢 这个面霜属于稍微有一点点厚重了 不过呢她也差不多快用完了 所以也无所谓 她就是真正的是一个膏状 像一个Balm一样的质地 非常非常的滋润 用完了之后呢会觉得你那个皮肤 不管有多么的干燥哪怕是要起皮了 之前在疫情开始之前呢 我们有去Palm Springs 那个时候天气非常非常的干燥 在沙漠地带嘛 觉得用了她也是非常非常安心的 好还有一款面霜呢 跟刚刚的截然相反 刚刚那一款可能是一个比较贵价的 具体多少钱 我也不清楚三四百刀吧 但是这个面霜呢 绝对属于一个评价里面 我觉得很好用的 Fresh的这一款莲花面霜 Youth Preserve Face Cream 这个真的是属于我从大学用到现在了 包括你看我已经空瓶了 Sephora买什么里面 那个视频我也有讲到 这款面霜是很早以前我用 就觉得它没有什么缺点 我用上去感觉就非常疾苦 非常保湿 不错你的好用 包括怀孕之后 因为想要用成分安全一些的 护肤产品又用回它 再到生完宝宝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面霜真的是陪伴我度过了很多不同的人生的阶段 都会用回它 觉得它看似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特别出动的效果 但是呢 你就会觉得拥有它很安心这样子一款面霜呢 我还是大力推荐的 我觉得很不错 我的上半年度最爱最爱的面膜 也是香气卡的钻石面膜 这个我觉得可能哪怕过个三年四年 除非我发现更好用的产品 你再来问我最喜欢面膜 我都会说是这个BioLifting Mask 因为这款面膜也是从大学就开始用 每一次用每一次觉得效果经验 长期坚持每周至少使用一到两次 有时候甚至会更多的这样一款面膜 单的用法有两种 一种是把它敷上过夜当作睡眠面膜 另一种呢就是把它密集的敷一层 然后马上就去洗掉 这两种方法其实都是可行的 如果你把它当成过夜面膜的话 其实只要像面霜那么多的用量就够了 第二天起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肤色非常均匀 现在讲到护发大家也知道我是护发狂磨 我之前有讲过可能有三篇护发的内容 有缠后脱发的啊 有洗发片有护发片 那要我每一个品类只挑一样最爱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呢我就仔细想了想 原来我最爱的肯定就是我用的最多的 那哪些我用的最多的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别的没有提到不代表它没有一样好用 只是可能我今年上半年haven to用这些用的更多 好 洗发水 我终于把这个将近一身 不是将近是整整一身的Oribe的洗发水 用完啦 昨天我挤出来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如果大家看过我的护发心得视频 就知道我洗发没有那么频繁 我不可能说是一格一洗头 或者是每天都洗头 甚至三天洗一次我都不大会的 哪怕夏天我可能最多也是四五天洗一次这样子 头发不是很油的 所以我用一个洗发水格外的满 哪怕我有这么多洗发水 我也是感觉能用完一瓶说明我是真的很爱它 大部分情况下我是没有耐心能够用完一瓶的 Oribe的这一款signature shampoo 我不光用完了一瓶 这还不是我的第一瓶 我用了不止一瓶 反正就是真爱 你想不到用什么的时候就用它 几乎适合所有的发质 并且会让你觉得整个洗浴过程是一种享受 对 我记得它后面包装上面有写 就是很简单 leather indulge rings 就真的是leather 把它起很多很多丰富的泡沫 起泡 你去indulge享受这一个过程 然后把它洗掉就对了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我觉得是一个我可以放心推荐给任何年龄团 任何发质的一个护发产品 下一个呢我想讲一讲发素或者发膜 我纠结了一下还是没有放任何产品在这里 因为我不是每次洗手都会用发膜或者护发素的 如果我用发膜我会用drybar的那一瓶 我还有 但是我一个发膜能用很久很久 因为我不是每次都会用的 所以我就没有特地放一个品类到我最最喜欢的发膜 就这样简单带过一下 下面讲到我最最喜欢的护发造型产品 造型类的产品呢首当其冲就是我最喜欢这个 Brujil Blossom & Blue Volumizing Spray 这一款Volumizing Spray真的就是我每次头发湿的 在吹干之前喷一喷 那个头发就会炸开来 就是看上去会很多 其实呢我的头发属于天生还不算少的挺多的 但是我是细软的 就是我每一根头发都蛮细的 并且我的头发非常非常的直 所以导致我就算头发多 看上去也不会特别特别碰 远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一个蓬松的效果 所以呢我会觉得拥有这么一个产品 能让我的头发刚吹完的时候非常多 自己看都会觉得 哇这才是我真是应该有的那种蓬松的发质效果呀 这样一款产品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一个纯天然的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它里面说自己没有增加硅啊 防腐剂啊 一些别的硫化物这些成分 是一个很好用的 偏天然的后发产品 并且呢它也确实是一个 Black People Owned Company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 针对最近的人权运动啊 支持一下你喜欢的美妆品牌 应该可以考虑这一个 我剩下还有最后一个护发类的 就是这个头皮精油 这一款呢我快用光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用的 之前我有推荐过不止一次 产后脱发很严重的时候 头皮状态没有很好的时候 整一个头皮状态更加需要平衡的时候 我都会推荐这一款 特别特别适合夏天 因为它清清凉凉的 滴在头皮上按摩 你会觉得有一种很适合夏天的那种 清凉的感受 最后呢是身体部分 身体部分我也不提什么特别的产品 就讲一讲我之前在身体护理最好用里面 有提到的这一个 我以前一直念Y 其实这个品牌我看别的 好像一些influencers 他们都念Y 好吧 我不知道它念Y还是Y 如果你知道确定的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现在就改念Y了 听上去有点搞笑 Y的这一块 头皮和身体抹砂膏 我呢还是大部分情况下是用在身体上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它 就是在于它的味道 我一定要闻一下 既然讲到它怎么能不闻一下 这个味道真的是 你一用上你就会觉得自己 万千宠爱于一身 我是突然脑子里想到这个词的 就是用了你会觉得 你每次在用它抹砂的时候 就相当于给自己一个home spa 然后你在很好的宠爱你自己 在真的很有practice yourself love的这种感觉 对万千宠爱来自于你自己于一身 别的不多说 我觉得所有的磨砂产品都有 大家有各自的喜好嘛 有的人喜欢磨砂细一点的 有的人喜欢颗粒粗一点的 这一款属于颗粒适中滋润度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太油润的产品 喜欢更清爽类的 那可能要避开 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味道太好闻了 最最最后一样 身体乳 身体乳的话我上半年的最爱就是 milk and honey的这一款 里面有弹香的身体乳 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太特别了 非常的中性 但是很让人能够宁静下来 这种比较温暖的木质的那种味道 非常非常的喜欢 香调呢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各自的喜好的 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一类比较偏中性 或者你讨厌檀香的话 这个的檀香味道还蛮浓的 这个视频录了我好久好久 从一开始录到后来我的相机突然出了问题 宝宝又在叫我 然后呢我的头发又变得特别的直 虽然我已经接受了 对我的头发特别不容易卷了 保持那个卷度 所以它越来越直 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的 一个短短的视频录的我一波三指 但是好歹总算是把它就这样子差不多录完了 讲完了我的2020年度的上代年最爱 不知道有没有哪些产品是跟你喜欢的东西有重合的 或者有你用到上代年比较好用的产品想要推荐给我 记得给我留言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给我一个thumbs up 然后订阅我的号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错过啦 谢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